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试剧组 来到由北非花园之称的摩洛哥 在首都拉巴特漫步哈桑达广场 所以这个猫用中国话说 就是它是吃百家饭的 没错 了解摩洛哥旅行家 一本白图台游历中国的故事 就12万公里那么长的路途中 有太多的原因可以让一个人退缩了 是的 但是它没有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489集 北非花园摩洛哥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试剧组 结束了阿尔基利亚的拍摄 来到被誉为花园国家的摩洛哥 摩洛哥全称摩洛哥王国 是目前北非地区唯一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它东于阿尔基利亚接壤 西林大西岸 南接撒哈拉沙漠 北与西班牙和葡萄牙隔海相貌 摩洛哥与中国虽然相距遥远 但两国人民的友谊远远流长 早在14世纪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土台 就曾沿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 打开了中国两国友谊的大门 而这份友谊也一直延续之间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位于大西洋边的北非国度摩洛哥 此刻走在这些凹凸凌寻的礁石上 我的心情也是起伏不定十分的激动 因为浩瀚无边的大西洋就在我的眼前 而它的对岸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北美洲 这让人不仅想到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 这里被人们视为是世界的尽头 而在那个人们还依赖于陆路通商的时代 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最西端 有谷至今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形容它是一个色彩国度 因为这里有蓝色的大海 黄色的沙漠 红色的千年古堡 以及白色的小镇 当然它还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手工艺 这些璀璨的文明和艺术 就是通过丝绸之路 一直经过非洲 欧洲 抵达到远在东方的中国 而中国和摩洛哥的友谊 也是在那时就奠定下了基础 一直延续至今 这一次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 来认识这位中国的老朋友 摩洛哥 摩洛哥有17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 由于气候宜人 风景如画 摩洛哥也享有北非花园的美誉 我们在摩洛哥的第一展是首都拉巴特 拉巴特实践于12世纪 与非斯 马拉喀什 梅克内斯 统称为摩洛哥的四大皇城 2012年 拉巴特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自1912年以来 拉巴特一直是摩洛哥的政治首都 同时也是文化和交通中心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魅力 我们跟随向导纳塞尔博士 首先来到临际海边的哈桑塔广场 摩洛哥是一个拥有很悠久的历史 最早是有文明记载是3200年 菲尼基人 那菲尼基人刚好是在离这里一百两百公里 包括拉巴特 然后后来是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是在公元40年 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城堡 那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 拉巴特的这个地理环境 它是在大西洋 和一条河 后面很肥沃的土地 所以它的水盐很充足 农产品很丰富 我们现在要经过这个大门的时候 就看到两边 我才意识到这是真的士兵和马 这是我们皇家围队的 也是最传统的摩洛哥的士兵的打扮 大门两次的皇家围兵 身披白色斗篷 手持长矛 骑在高头大马上十分威武 所以看上去很传统 我一下就感觉到了时代的久远 好像看到了这个 走进了古代里面一样 看到了童话一样 我们这边跟中国的蒙古一样 非常热爱去马 所以你会发现摩洛哥人 尤其在农村 每个家庭都会有一匹马 纳萨曾在中国留学多年 对中国两国的历史文化非常了解 听他讲 最早生活于此的是伯伯尔人 公元七八八年 阿拉伯人来到这里 并建立了摩洛哥历史上的 第一个阿拉伯王国 那现在我们进入了到这个哈山塔广场 或者哈山塔清真寺 那这个清真寺是建于1196年12世纪 当时建这个清真寺的国王 是很有很有故事 他叫亚古布曼索 曼索是胜利者的意思 因为他胜利了 他就有了很高的名望 全世界的伊斯兰世界都来看他 所以他当时就想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清真寺 就在这个地方 他为什么选这里呢 我们看到对面 就那个古堡和大西洋 还有这条河叫布雷格雷格河 然后这里是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它是什么呢 比较容易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 一个就是有很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的 是的 哈桑清真寺是摩洛哥最古老的清真寺 也曾经是北非地区最大的清真寺 它长183米 宽139米 但遗憾的是 公元199年 埃尔曼苏尔苏丹去世 这座清真寺也随之停止了修建 我们这个王朝也是先知 穆罕默德的后裔的 叫阿拉维王朝 我们现在的国王就叫穆罕默德流氏 刚好这里是1961年的时候 就建了我们阿拉维王朝的王莫林 里边有我们先国王的父亲 广场一侧是穆罕默德武士国王陵墓 听纳塞尔讲 穆罕默德武士国王身守摩洛哥人民的敬仰 被尊为国父 1912年 摩洛哥沦罕默德沦罕默德武士国王的保护国 1956年 在穆罕默德武士国王的努力下 带领摩洛哥人民重新获得独立 在这个广场上您说有200多个柱子 这些柱子是什么作用 这个柱子就是这个做清真寺的这个支撑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貌是那样的 那原来上面的那个部分呢 因为地震的时候就掉下来 1755年18世纪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去把它重建 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这样的柱子 它好像是由很多节组成的 当时就是这样做柱子的是吗 就是用古罗马的帝国的建筑方式就是这样子 一点一点落上去 而且在古罗马帝国这么大的柱子 可以现象当时是很宏伟的一个建筑 哈桑塔广场上出别着很多石柱 或高或低整齐排列 每根石柱的直径约一米 从这些残存的石柱上 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当年这座建筑的宏伟 然后这个塔高44.3米 它最早的时候建的是60米 但是因为1755年 在葡萄牙的这个著名的有一个地震和海啸 也是涉及到拉巴特 所以它就掉下来了 所以剩下现在这个有44.3米 广场边这座高大的宣礼塔 是哈桑清真寺的标志性建筑 已被称为哈桑塔 公元1755年 由一场大地震 被建成的哈桑清真寺严重受损 只留下这座宣礼塔处理于此 然后上面雕刻的四面 就是在这个石头上面雕刻不一样的 所以它是把欧洲的和伊斯兰教的 合为一体的一个建筑风格 然后它四面的其实要近距离仔细看 才会发现它的不同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有没有能不能发现 哈桑塔体现了阿拉伯古典建筑风格 塔身四面的雕刻图案各不相同 但都具有摩托哥传统艺术风格 你看这里是不是下面加了一个东西 加了一个窗口 所以这个是当时是安大陆西亚 两名工程师非常有名建的 然后这个塔还有两个 叫什么三宝胎 一个是在马拉克斯 叫普图比亚 也是很相似的 你们去马拉克斯会看到的 还有一个在现在西班牙 沙维利亚 十三个塔都是同一个国王建的 就当时都是阿拉伯帝国的时候 是摩托哥帝国 摩托哥帝国的时候 所以刚好是同一个这个设计师 他们是两名设计师共同建的 生了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 然后刚好体现了摩托哥帝国 当时的一种延续 从安大陆西亚 拉巴特还有马拉克斯 代表摩托哥撒哈拉一南 纳塞尔说 哈桑塔不仅是拉巴特的地标建筑 也是摩托哥最重要的历史遗迹 当年穆罕默的武士国王 就在这里宣布了摩托哥独立 拉巴特建筑是1150年 一直以来这个地方成为了我们的一个营地 一个军事的一个营地 然后他为什么选择这里 因为对面就是大西亚 然后这里有这个河 所以以前是国外的一些 欧洲的一些监队进攻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进 我们本国军队可以跑进去这边 然后再打败他们 所以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张瑞用地 拉巴特最初是大西岸 变了一座军事要塞 名为里巴特法特赫 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出征之地 随着岁月变迁 它逐渐发展成了一座美丽的现代都市 里巴特的名字 也演变成了拉巴特 一直沿用至今 清真寺一直在摩洛哥现在成为了外交宗教的一些意识活动 都是这个场所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广场 每年我们摘月的最后一天 我们有这个节日 所有百姓都回到这个广场 所以虽然这个清真寺 它是当时没有能够建成 因为多种原因 但是现在也是依然成为了拉巴特的本地百姓 在节日的时候 来庆祝的一个场地 离开广场 纳塞尔带我们来到不远处的乌达亚堡 这里就是拉巴特最初的军事要塞 这个乌达亚古堡还没有进去 就会觉得它非常的壮观 然后配着它外面的这些绿色植物 就觉得它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堡 是的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哈萨塔广场 其实是同一个时期建的 12世纪 也是同一个国王 那这个地方在摩洛哥的历史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朝代 到了第12世纪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了拉巴特是一个营地 所以都是在这个古堡里面 起码的来自全国各地 在这里集结 然后往安大罗西亚去 往西班牙去 这是他们训练的一个场所 集结 他们在这里狙击 也在这生活吗 也在这里 一部分生活 就有点像是一个兵营 是的 乌达亚堡 位于布雷格雷格河入海口的高地上 濒临大西洋 它实践于12世纪 虽历经800多年 但这种古堡依然屹立在海边 见证着拉巴特的城市变迁 我们在古堡门口见到了穆罕默德卡利欧 他从小生活在这里 听他讲 乌达亚堡已成为一座独具特色的居民小镇 很多游客都回牧民而来 今天带你们看他的祖先 1610年 太好了 我们跟随卡利欧走进古堡 一进大门就看到 街道两侧的房屋 几乎都被刷成蓝白两色 虽然很多房屋略显老旧 但蓝白相见的外表 使他们依然十分醒目 我们走进一条小巷 两侧墙壁也是蓝白两色 穿行其中 就如同畅游在蓝色海洋里 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他们把这些墙面都刷成蓝色 是因为靠近地中海 大西洋吗 很刺眼 所以蓝色让人眼睛觉得舒服一些 从安大路西亚 无论过到西拉 都是用这种颜色 也是跟海边有关系 然后就是太热的时候 这种蓝色它也会比较凉快一些 摩鲁哥人非常喜欢蓝色和白色 蓝色象征蓝天和大海 白色代表白云 蓝白色调的搭配 既协调有序 又显淡雅清新 给人们的内心带来几分清凉和年纪 这个小镇是艺术家的小镇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艺术家都来这里 有可以去一些灵感的 然后他们都定居在这里 2012年它被列为 联合国交控组织的世界物化围场 作为拉巴特历史遗迹的一部分 乌达雅宝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午后温暖的阳光下 享受着乌达雅宝宁静的时光 蓝白相间的色调 以及仿屋建筑上那些精美的装饰 都牢牢吸引着我们的目光 走在幽静而古老的小巷里 仿佛穿越了历史 再与曾经的岁月对话 Well in fact Nous sommes encore toujours dans les Udaya Et où sont venus au départ donc c'est mes aïeux en mai 609 quand ils en en 1610 pardon en février 1610 quand ils sont sortis et ils sont arrivés ici un mois après alors quand ils sont arrivés ici ils se sont installés et ils se sont installés comme ils vivaient dans leur village c'est à dire comme ils vivaient en autonomie 这件事挺有趣的 因为我们必须知道 那些人从我来到的城堡 他们都在1295年至1610年 我们把他们送给他们 天卡留讲 如今古堡里还有几百户居民 大多是西班牙人后裔 他的家族就来自西班牙 在这里已经生活了400多年 我站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并列 基本上都不太能通过 要错着走过来的 可是这些车是怎么开进来的 这个确实是个数学问题 那边稍微宽一点可以进来 这么宽的车他们能开进来吗 是 可以开进来 真的很考验技巧 所以这些车的主人 肯定是在这生活的人 是的 在这生活 他们非常明白每一条路的那一点点的分寸 这里还有一个有三百个家庭在这里 来自世界各地 摩洛哥人包括欧洲澳大利亚都有 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住户是谁 就是猫 哦 是 这里的猫很多 对 而且大家都对他们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们非常惬意 是的 他们在蓝色这个小镇这边 过得很舒服的生活 所以这里的猫是家里会有养猫吗 它是一个区域养猫 不是家里面 所以它是住得比较自由在这里 也有一些人在家里面有 所以这个猫用中国话说 就是它是吃百家饭的 没错 古堡里随处可见 躺在墙角晒太阳的猫 听纳塞尔说 摩洛哥人将猫视为圣物 很喜欢喂养它们 这些悠然自得的猫 也给这座蓝色小镇 增添了几分情趣 这个庭院这么漂亮 这些花花草草 也都是他们自己来种自己装饰的 是的 每个家庭它都会在门口摆一些花 然后摩洛哥它是被组成 是欧洲 欧洲火花园 因为这里的 火花园 这里摩洛哥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 整个摩洛哥都是花 这很多中国朋友来看我的时候 他们想象的 摩洛哥是沙漠 结果他们一下飞机 让他们失望了 一路上都是花 这里花很漂亮 各种各样的颜色 所以我们这里对这种 尤其我们摩洛哥的阿拉伯民族 它是从中东过来的 从沙漠过来 所以当时第一次 一千多年前来了的时候 发现这里的水比较充足的 还有到处都是绿花 还有很多花 在摩洛哥的百姓都喜欢在家里 摆这些什么植物什么的 所以你们的祖先过来的时候 也就一看就决定要在这里定居了 他们肯定不愿意去别的地方 是 因为这里的水太多了 是的 是的 宁静的乌达雅宝 令人感到舒适而惬意 一扇扇古老的木门 一条条幽静的小巷 以及沐浴在阳光下 一只只慵懒的猫 仿佛让人走在时光的记忆中 想去静静地倾听他的诉说 我们沿着狭窗的小巷继续前行 在道路尽头穿过一个门洞后 眼前顿时豁然开朗 浩瀚的大夕阳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个广场过去是干嘛的 这个过去是广望的 从欧洲过来的舰队 都是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的 然后这里有河的渡口 它是一个非常理想的 一个军事的一个世界 这个小广场在木瓦西的王朝时期 曾是一个市场 我们来到广场边 看到布雷格雷格河的入海口 以及河对岸的萨雷市 平静的海面一望无际 我们脚下的平台 现在岸边的峭壁上 而身后的古城堡就像一位士兵 几百年来一直守卫在此 久久凝望着浩瀚的大夕阳 西班牙把他们赶走的时候 赶走了所有的职位的 所以其实这个也很重要的 对我们摩洛哥 当时的安大陆西亚是很发达的 所以他们带来了很多他们的知识 是 技术 里边有工匠什么都有 安达鲁西亚地处西班牙南部 隔着植布鲁土海下与摩洛哥遥遥相往 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他在历史长河中 受到阿拉伯文明的影响 也一度称为世界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公元1492年 大批穆斯林被迫流亡到北非地区 卡利欧的祖辈就是那时候从西班牙来到了摩洛哥 被赶走的这些安大陆西亚人 他们带来了他们的环境 他们带来了他们的知识 然后来到摩洛哥这边 带来他们的财富 技术还有文化 是的 因为他当时在中世纪 安大陆西亚在欧洲比较黑暗时期的时候 安大陆西亚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 所以你看法语意大利语里边 很多的词语是阿拉伯语来的 因为当时欧洲人都是到安大陆西亚去学习 然后安大陆西亚的学者和巴格达 伊拉克巴格达的学者 他们把来自中国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火药啊 比如说一些航海技术啊 然后他们通过西班牙 也就是安大陆西亚 再进入欧洲 进入了欧洲 确实通过安大陆西亚 是帮助了欧洲能够重新起来 所以现在中国发起了这个一带一路 这个参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原先国家都是有文明 但是呢因为长期从15世纪到现在 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发展不起来 但是现在看着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 这些原先国家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历史里面 去看到确实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很辉煌的历史 从中国一路上过来中亚 西亚 北非 非洲 我们都是每个国家都有非常 非常精彩的一些历史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历史来更好的去 发展自己的国家 我觉得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做得非常好 我们也是和摩洛哥非常愿意从中学习 然后也积极参与到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厂与 共同发展 是的 纳赛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开展多领域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摩洛哥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 通往非洲的桥梁和牛台 了解摩洛哥旅行家一本白图台游历中国的故事 就12万公里那么长的路途中 有太多的原因可以让一个人退缩了 是的 但是他没有 在中国文化中心 感受摩洛哥人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你有一天也可以自己来练中国的书吧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一带一路 第489集 北非花园摩洛哥正在播出 离开乌大亚堡 我们驱车前往新城 与老城不同 新城有很多欧式建筑 这也让我们感受到 这座城市的另一种韵味 大约行驶了半个小时 我们来到一个环境优雅的社区 我们跟随纳塞尔走进一个院落 这是他在拉巴特的住所 一进来居然有屏风 中国客厅 是是 你从中国带过来的吗 他也带过来 走进客厅 这里宽敞而明亮 四周墙壁上有几幅中国字画 家具传设也有浓郁的中式风格 中法作品 还有中国画 对 然后在中国待了很多年 是 也喜欢喝茶 所以这里有喝茶的地方 真的 你看 这完全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家庭 这么多的茶叶 然后也是中式的泡茶方法 一会儿给你们泡茶 好好 纳塞尔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 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一直从事有关中非文化交流 与教育合作的项目 你最初的时候会怎么想到要去中国 其实我们家庭是跟中国是有缘缘的 我二哥他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去的 他是学武术 武术 还学中医 所以我从小他都会带一些 从中国的一些小礼物 还有一些包括一些茶 所以我从小都是 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向往 很向往去中国 纳塞尔心里充满了对中国的向往 1995年 他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纳塞尔先后在北京 上海 广州等地学习 那一共在中国待的时间是多长的 一共21年 21年 对 哇 陆陆续续 连续 连续21年 是的 所以你是即使从中山大学出来工作 也是在中国工作 是的 是的 其实很早就开始做中非合作 那刚好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参与 我就觉得很符合我们的这个定位 所以我们做的前期的很多中非工作 现在非常有效的 因为我们从 差不多从09年就开始了 所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纳塞尔认为 现在是中国同非洲国家 开展合作最好的时期 他希望能推动中国同摩洛哥 在各个领域的相关合作 让中国的成功经验带动非洲发展 所以现在跟中国合作 为什么比较好呢 因为中国它不会干预你的内政 它也不会要求你 做什么结构调整 或者去让你去做什么私有化 它跟你合作的是 处于追求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纳塞尔希望在中非合作中 发挥积极作用 他之所以一直致力于此 除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还与摩洛哥著名旅行家 伊本白涂泰有关 600多年前 伊本白涂泰沿海上丝绸之路 历经艰辛到达中国 拉近了中国同非洲 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距离 然后我在看伊本白涂泰的资料 非常有意思了 其实它翻译了很多我们摩洛哥 和中国的现代的一些价值主张 那比如说它的很多的一些 中国领导人 习主席在接见我们的首相 他也说了说 他是伊本白涂泰是来中国最早的摩洛哥外交家 我觉得这个评价非常高 然后伊本白涂泰他无论懂语言 或者去适应别的文化 他做得非常好 然后我在看他的文献的时候 确实也看到了一些自己的一些影子 所以关于他的故事 我们正在写一个剧本 并且筹备一个电影 中文合作的一个电影 纳赛尔正在编写电影剧本 他希望将伊本白涂泰游历中国的故事 搬上荧幕 走出客厅 我们在花园的桌子上 看到一些书籍和文稿 这个就是他非常有名的这本书吗 一种奇观 这个是把整个伊本白涂泰的原著作 翻译中文的 就是唯一伊本的 那这里边有关于中国的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我给您看一下 伊本白涂泰他在中国 他经常去做比较 他是与我国怎么样 与我国相同 就是他在口述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做了这种比较了 是的 公元1325年 伊本白涂泰从家乡单届出发 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传奇之旅 他先后游离了欧洲 亚洲和非洲的40多个国家 创造了当时形成最远的旅行记录 我们想翻译中国当时 他认为是很先进的 比如说中国的银行体系 在当时在西方这边 都是用这种 我们摸了个当时用的这种银币的 但是在中国是用纸币 所以他认为这个纸币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发现 然后这个纸币如果撕破了 你可以到钱庄里面去换 所以这个跟我们现代版的银行系统一样的 伊本白涂泰于公元1346年到达中国泉州 并先后游览了广州 杭州及北京等地 对中国元朝时期的社会繁荣景象 以及风俗文化进行了详细记录 他认为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穆斯林的一个转区 然后这些穆斯林有自己的清真寺 然后他们本地的韩人对他们非常尊重 他认为因为他走了那么多国家 他到了中国 他就认为穆斯林在这里是非常受欢迎 而且被尊重 所以其实他当时看上去他是一个旅行家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 做了大量的文化比较的工作 非常多 伊本白涂泰也被以为是摩洛哥的许侠客 他的游记把当时的中国展现给了世界 书中对当时中国的详细描述 至今仍是史学界研究中国宋元时期 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的重要史料 他总共走了12万公里 12万公里是非常长 当时只是骑骆骑马 坐这个船 他就走了这么长的距离 更可贵地他留下了这个记载 那留给我们现在能够去研究 我觉得他留下了给我们非常 宝贵这么一个遗产 就12万公里那么长的路途中 有太多的原因可以让一个人退缩了 是的 但是他没有 他在书里面也是经常提到这个点 有时候他成长了 那比如说他人生是不是要追求财富 那他就到印度的时候 他全部被一些海盗 截持空了 什么都没有 他说我只是个旅行家 我就不需要追求财富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从此他就下决心到马尔代夫 然后再到中国 所以他的人生中在这个旅行 旅行是最好的一个学习 经过了长达近30年的旅行 一本白土台回到摩洛哥 晚年定居在菲斯 直到公元1377年去世 他传奇的一生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为摩洛哥人民 十分崇敬的历史人物 白土台一路上都是在学习 但是他其实21岁离开 到了30岁 他已经具备当法官 所以他在很多国家都是做过法官 据说在中国也做过法官 专门给穆斯林的这个群体 给他们做法官 所以他靠知识 靠旅行 积累了知识 然后靠知识 走了法官 赚了钱 然后他也是一个外交家 所以听您这么说 就觉得他一路上 其实是靠这个寻求智慧 作为动力 一站一站往前走 是的 然后用他的外交机制和手段 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然后一直走到了远东 走到了中国 对 然后他懂很多语言 所以他包括突厥语 然后我现在一遇看 我就觉得他应当是学过中文 在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 伊本白涂炭的名字 早已深入人心 每年摩洛哥都会举办 伊本白涂炭国际艺术节 在他的故乡 但吉尔 人们将机场命名为 伊本白涂炭机场 而天文学家们 更是以伊本白涂炭的名字 来命名月球上的一座 环形山 希望能够这个电影 能够反映一些 我们现在讨论的一带一路 或者他能够合作的这些东西 我们先把它写好 然后再对外公布了 现在是专心写书 所以你现在是在 耐心播种的过程 是的 我们就等待有一天 它可以长成发芽 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谢谢 怀着对伊本白涂炭的敬意 纳塞尔正积极筹备编写剧本 他希望自己能像 伊本白涂炭那样 成为中国两国交流的桥梁 为一大一度倡议下 两国的广泛合作 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也期待 他的剧本能早日完成 在中国文化中心 感受无论个人 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你有一天 也可以自己来练中国的书吧 他说我很想学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489集 北非花园 魔流歌 正在播出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也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文化交流 提供了广阔空间 为庆祝中魔两国建交60周年 2018年12月18日 拉巴特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接牌成立 这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36个文化中心 设置组来到拉巴特中国文化中心所在地 见到了中国驻摩洛科大使馆文化参赞陈东云 陈东云是拉巴特中国文化中心的负责人 听他介绍 文化中心已经成为中国两国政府 以及民进人士相互交流 开展合作的平台 为摩洛科人民了解中国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们来到活动区 每个站台前都围满了好奇的孩子们 听陈东云说 中国文化展示活动深受当地人欢迎 短短几天时间 文化中心就接待了上千名当地青少年 他们通过参与和体验 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想请问您是想带孩子学 还是想您自己学 拉米亚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她希望孩子能从小学习汉语 得知如此活动后 便带着孩子们来参加 为什么想让孩子学中文呢 当然我希望孩子们去学中文 因为学中文代表着 今后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中国的发展代表世界的发展 谢谢 听陈东云说 摩洛哥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 目前在摩洛哥已经开办了三所空子学院 充分体现了摩洛哥人对汉语 以及中国文化的喜爱 我看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我看在上面 一元 错元 错元 沙利玛 是你的名字是吗 这是从哪来的 是刚刚在那边写的吗 你也有 我看一下 穆斯塔法 这个是你自己写的 还是人家帮你写的 别人帮你写的 还是那个老师给他写的 是 这是很好的一个 中国送给他们的新年礼物 告诉他们中文 怎么写他们的名字 穆斯塔法是拉巴特穆罕默的武士大学 孔子学院的学生 他看到自己的名字 用中国书法写在纸上 非常开心 他说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你有一天也可以 自己来练中国的书法 他说我很想学 随着中国两国文化教育交流 与合作的不断加深 中国文化也受到 越来越多摩洛哥人的喜爱 在文化中心 我们还见到了前来出席活动的 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李立 李大使您好 您觉得两国这种民间的文化交流 对两国的外交关系 会有起到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想外交关系 其实它的内容可以是很多的 可以有经济文化 有经济合作 有贸易合作 有政治合作 但是我想呢 如果说我们要提高中国在摩洛哥的影响 要为我们的各方面的合作 打下基础的话 那么人和人的交往 其实是更重要的一种合作 让摩洛哥的朋友呢 能对我们中国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知道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 中国人怎么想 同时呢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 也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 什么是摩洛哥人 那么我们说我们看摩洛哥 很多的中国人来说 摩洛哥是个非洲国家 实际上走到摩洛哥以后 我们现在希望向中国人展示的是 摩洛哥是非洲国家 但它又不是非洲国家 它有它自己特有的文化 它特有的特点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在这个平台上 我觉得文化交往 是一个非常好的介质 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能够拉近双方的距离 为我们两国的合作 提供更好的基础 也就是要合作愉快 首先要彼此了解 其实这样想来的话 好像国跟国之间交流 就跟人跟人之间是一样的 它有很大的这个相似 也就是我们在说到 一带一路的时候 也会提到民心相通 其实中国跟摩洛哥 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 您觉得在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之后 会不会对两国未来的一个关系 起到更大的一个作用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觉得一带一路 是我们提出的一个 国际经济合作 甚至是国际经济治理的 一个愿景 也是我们的一个倡议 那么这个倡议呢 得到世界各国的 这样的积极的响应 我想摩洛哥呢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一员 作为非洲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我们一带一路高度认同 摩洛哥是在本地区 是第一个签署合作 谅解备忘录的国家 然后呢 现在呢 两国正在积极地探讨 接触怎么样更好的落实 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 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因为摩洛哥是 它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它希望通过积极地参与 一带一路 能够在国际经济合作过程中 把它的优势显现出来 能够做出它自己的贡献 所以应该说呢 一带一路的合作 是对两国合作的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也同时为两国进一步开展合作 开阔了更广泛的前景 一带一路倡议 不仅传承了古代四周之路精神 也富有新的时代内涵 为中模两国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 摩洛哥政府也正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2016年5月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访门中国 与习近平主席会见 并共同宣布 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为两国加深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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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呼唤 待着心穿越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 静静相连 就注定了你我 相见的今天 星球不停 在旋转 时间每一秒瞬息万遍 因为有你就没有他乡 我们同在一个家园 江远 江远 这真是件很神奇的事情 我们在异国他乡 看到了中国传统的狮子 而且还是一只 汇出阿拉伯语的狮子 专访摩洛哥首相奥斯曼尼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四百九十集 拉巴特的中国情 敬请收看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一带七百九十集》